深夜里银色轿车整辆打滑 侧车车高速往车行冲了过来 直直撞上店家外墙反弹停在店门口 独猿羊拒检撞紧高速逃逸 失控撞进店家大门受困车内 车身毁损变形 车门整个凹陷 警销人员到场破坏车体 才将这对拒检撞紧的独猿羊给救了出来 脱掉车缓缓将零碎的车身吊起 店家货报赶到现场全都看傻了眼 车可零件散落一地 地上还有大滩血迹 新北市淡水区发生这起意外 当时这对年仅二池出头的独猿羊 从淡水大信街冲了出来 远警车时早就在中山路摆好了零检点 这时独猿羊看到后 居然直接撞过警车高速右转逃逸 远警启动警网围捕 独猿羊一到路口 发现前方有警车鸣笛 当场失控打滑冲进机车行 逃逸将近700公尺就招逮 在车内查获了二级毒品安菲他命 现场男性的驾驶 以及女性的乘客等二人都受伤送医 高性驾驶送医诊断气血胸 而副驾驶座的无性女子 脚汗锁骨 开风型骨折 留院观察 只是吸毒巨检 高速逃逸 失控刺状 不只把自己送进医院 还把警车店面全撞毁 出来后恐怕不是只有刑罚问题 还有赔偿 等着这对毒鸳羊 记者侯雨翔王群鹤梅凯婷新北市采访报导